这两天呢我看各大博主行都在搞一个回忆杀 是的 又回归机车女神 刀小刀回归红发变砖 那你也要搞一包回忆杀吗 没错 今天呢我就是要一招回到解放前 现在呢我就要去取一下我的回忆杀小道具 你要找什么 先不透露 是什么 好像是这个 这个吗 yes 你这个道具也太简陋了 就是它了 虽然简陋 但是非常厉害 你连我都不告诉吗 到家你就知道了 我猜你们看完这个道具的第一时间 就知道我要干啥了 什么 来看一下这什么 假发 对 假发 就是你第一期那个视频是不是 对 就是这个 上面黄 下面粉 拆一下 有一说一说 这个发质看上去比你之前自己的会好一点 有吗 真的 待会戴上去看一下 能回到原来那个感觉吗 应该不太一样咯 我打算就是待会戴着以前的这个发色 去以前的公司见一下我的老同事 真的 他们已经两年没有见了 然后也算是给他们一个惊喜 不知道他们见到我这个样子回来会有什么感想 你最确定能戴上吗 看一下 看一下这什么要的是 没好好弄呢 我先感受一下 其实是你要整理好 化完妆可能还不错 是吗 这就有点意思 这个具象老粉应该知道 真的 跟第一期没什么差别 真的吗 真的 画个妆 画个妆 要不要先洗个脸 好 都是汗 姐们 这也太回忆杀了 这个简直一模一样 那你这脸上敷什么 泥膜 泥膜 为什么泥膜不同颜色 还有黑有白 分区清洁 这你就不懂了吧 我好不容易出差回到家 半个多月了 赶紧做个清洁 新品刚买刚到又市场 大家可以继续试试 大部分人 现在脸上面 都是需要分区的 比如说T区 会容易黑头油脂更多 但像U区 会容易暗沉发黄 这一部 MW这个双色泥膜 一罐都能解决 给你看一下 白色 黑色 黑色呢 就是专门呢 在T区的地方 因为它里面 添加了30.11%的 美国高领土 所以说它的清洁率 就特别强 专门去吸附黑头油脂 毛孔也会变大 白泥呢 它就是多种的清洁力 和舒缓提亮成分 这个颜色就可以像我一样 敷在脸颊 或者是U区 都不会刺激 它就是不仅能去脚趾 还能提亮 真的还蛮舒服的 而且也不会拔干 我这边敷黑色的原因 是我下巴这边 最近痘的特别多 就是油脂很旺盛 但很多人 他会把这一整个 都敷上白色 大概等个15分钟就可以了 我去洗一下时间到了 哇 太舒服了 感觉整个脸被治愈了 做完清洁之后 大家可以拿这样 一个小瓜子去刮一下 我每次都可以 刮出好多东西 刮什么 黑头 超级多 好了 你刚刚戴上黄发的时候 觉得你脸黑了 现在你感觉已经亮了很多 因为这边 刚我敷的 它是可以提亮的 顺手敷片面膜 待会化妆更服贴 这个都是两年前的 我不会干的事情 其实两年了 除了这个发色 外形上的一些改变 还有就是自己的护肤 还有化妆的技术 也有所提升 这个我弄了好多和你看 而且它这一大盒 这么多石片 才三十几块钱 真的很评价 精华全部锁在里面 它不会说会滴滴啦啦的 可能 膜布又薄又软 我记得某书上面 它有一个小小的外号 叫做小水破面膜 这听名的就很补水 因为它里面的成分 不是单单的剥尿酸 而是刮虫剥尿酸 就可以让皮肤生存的剥造水 而且还有我的很多粉丝 马上要开始军训了 还有暑假出旅游的 那么大的太阳去晒的话 脸很容易干红什么的 它也可以帮你去舒缓 镇静一下 好好压抑 皮肤的一些小情绪 太水润了 太多了 哇 本来现在真的水润好多 看我染青头发了 没染红好了 你这没染红 对 边角还没染红 没染红 你记得你剪这个发色吗 记得 大概什么时候 真的21年 刚开始 今天回归了 你就是刚跟洞宇认识的时候的发色 你不感慨吗我这个头发 这是你爱上我的头发 不是吗 看你看太多了 一看就是假发 化妆型 到我们之前的公司楼下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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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